昆特是一个生物科学家,致力于胚胎科学方面的研究,也获得了不少突破,尤其是对于短基因克隆技术的实验更是让他名声大噪。 他本来有着美满的四口之家,漂亮贤淑的妻子,活泼可爱的儿女,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一切。 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,全身器官迅速萎缩。 为了救治妻子,昆特不惜从猪身上取出器官,移植到妻子身上,但这遮标不治本,妻子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。 无力挽救的昆特十分自责,后悔自己没有研究出治疗的办法,然而更多的不幸接踵而至,一双儿女居然也遗传了这个怪病。 为了找出医治孩子的方法,昆特索性辞掉了工作,一心寻找治疗方案。 终于有一天,她发现了一种叫灯塔水母的生物,那是一种永生的水母,能自动分化转移蛋白质,促进体内的干细胞自发性再生。 而如果人类也能获得同样的基因,就可以实现永生不死,妻子和孩子也可以获救。 然而此时,孩子们的病情恶化越来越严重。 无奈之下,昆特只能选择了一个很残酷的方式,利用一种新型隐身技术,把它们放到零下200度的隐身舱里。 这种隐身仓的环境可以保持住他们当前的生命状态,一直到再次从里面拿出来。 不过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问题。 要想研究出灯塔水母细胞在生的原理,解码水母的DNA需要有足够的人类胚胎干细胞来进行实验对比。 由于昆特以前所在的研究所存着很多这样的干细胞,他联系到了同事格里芬寻求帮助。 然而格里芬告诉他,因为胚胎的研究有为伦理,现在已被政府禁止,大部分培养体也被带走。 不过由于所长为了救自己病重的丈夫,偷偷藏下了一部分。 昆特眼见还剩最后一点希望,便答应为他培育新的克隆遗线作为交换,请求他偷一些干细胞出来。 几天后,当他来到交易地点找格里芬的时候,发现所长和他的保镖早已站在那里。 而旁边,他惊讶地发现格里芬已经被残忍杀害。 原来所长早有防备,他是个暴力狂,心狠手辣,诡计多端,更为了救丈夫不择手段。 他听说了昆特在研究灯塔水母的消息,早就准备找机会让他来救自己的丈夫。 无奈之下,昆特只得同意,可是在研究所,他却发现所长居然一直在活人身上提取胚胎干细胞,这已经触碰了科学研究最后的底线。 他痛斥这一违背人伦的行为,然而所长无动于衷,甚至变本加厉,要求他把隐身仓让出来给丈夫使用,强迫他放弃孩子的治疗。 昆特试图反抗,却被保镖一拳打倒在地,情急之下,他只好洋装答应。 随后,昆特假装跟孩子们告别,趁机偷偷在实验室利用化学药品做了一份炸弹,又找机会解决了保镖,并在一番争斗后杀了所长,不过他也受了重伤,晕倒在地。 待他清醒过来,发现同事萨利站在他面前,两个人曾经亦师亦友,关系一直不错。 此后,萨利也留在了家里和他一起进行水母的研究。 新的实验都非常顺利,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水母里控制再生能力的转路因子,并发现了一种可以调节细胞再生的微量蛋白质。 这种蛋白质可以和卵子结合,生成胚胎。 而后,昆特从妻子身上提取出卵细胞,在接入水母的精英序列,培育了一个胚胎。 如果这种胚胎培育成功,那么就可以利用他挽救大部分的病人,甚至发育出的婴儿可以和灯塔水母一样,获得永生。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,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也在朝自己慢慢逼近。 萨利早就觊觎永生的技术,因为这不止可以让他获得长久的寿命,还可以获得巨大的名利。 随后他用迷药迷晕了昆特,又将培育好的胚胎细胞植入自己体内,然后把孩子们都从隐身舱转移到了地下室。 在拖出之前存在冷冻室里所长等人的尸体,精心布置了一个完美的犯罪现场,最终报了警。 待昆特醒来的时候,眼前已经都是警察,看到洋装痛哭的萨利的时候,他明白了一切。 最终昆特因涉嫌谋杀被逮捕,当见到自己的孩子被警察当成尸体处理掉后,他彻底崩溃了。 再后来,阴谋得逞的萨利开始到处演讲,并承诺自己即将研究出永生科技,让未来人类没有衰老和死亡。 而后,他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,这个孩子有着可以不断自我再生的细胞,永生不死。 而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,萨利开始不断利用孩子做试验,从他身上提取细胞,注射到自己身上, 并不断复制贩卖,谋取更多的礼仪。 而可怜的孩子每次都会因为疼痛呼喊着妈妈,但萨利无动于衷,面对长生不老这般巨大的诱惑, 他的人性早已被剥离,只剩下一头怪兽在支撑着这具皮囊。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怪兽应变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,我是小小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